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TCP连接的建立 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次握手 那么在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TCP的一个标记的内容 那么对于TCP的标记呢 我们其实在学习TCP首部的时候呢 已经对它有一个了解了 那么这里面呢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三次握手呢 在这里面我们先对这个TCP的标记进行一个回顾 TCP标记呢其实有六个比特位 那么每一个比特位呢都有不同的行义 分别有这个URG ACK PSH RST SYN 以及FIN 那么这里面的每一个比特位呢都有不同的行义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重点来看 三个分别是这个ACK 以及SYN 还有这个FIN 那么这三个比特位呢都是我们在进行TCP连接的建立 或者说在进行这个TCP连接的释放的学习会关联到的 那么这里面呢这个ACK 它表示的是这个确认位 当这个ACK等于1的时候呢这个确认号就生效 然后呢是这个SYN这个位 那么这个位呢是同步位 当这个SYN等于1的时候就表示这是一个连接请求的报纹 还有呢就是这个FIN这一个位 那么这个位呢是中止位 当FIN等于1的时候呢就表示释放这一个连接 那么这三个呢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三个标记 那么了解了这里面的标记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TCP连接的三次握手的学习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里面把TCP连接的双方呢 分别命名为是这个发送方以及这个接收方 同样的从上往下呢是这个时间轴的这个推移 那么这里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连接建立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假设这个发送方 需要主动的和这个接收方建立起这个连接 那么因此呢这个发送方呢首先会发出第一次这个报纹 这个时候这个SYN这个标记呢是唯一的 它表示的是这是一个连接请求的报纹 并且呢在这个报纹里面呢还会同步自己的这个序列号 这里面呢我们假设为X 那么这个呢是三次握手的第一次握手 那么接收方在接收到这个报纹之后呢 它也会被动的去打开这个TCP连接 同时呢它也会发出一个报纹 那么这个报纹呢是第二次握手 那么对于第二个报纹呢它有这些关键信息 那么首先呢是这个SYN这个标记 这个标记呢表示这是一个连接请求的意思 然后呢第二个标记是这个ACK等于1 那么这个呢表示对这个序列号的一个确认 那么这个ACK标志呢需要和这个确认号结合的来看 那么小写的ACK呢表示的是这个确认号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确认号呢 等于X加1表示说我期望收到X加1的这个序列号的值 同时呢这个报纹也会携带当前自己的这个序列号 这里面呢是为Y 那么这个是第二次握手所携带的信息 它是由这个接收方 也就是这个被动连接的这一方所发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发送方接收到这个由接收方所发出的消息之后呢 它也会进行一个回应 那么这个回应呢我们称之为是三次握手里面的第三次握手 那么这个报纹呢也会有一些关键的信息 那么首先它有一个ACK的这个位 那么ACK这个位等于1呢表示说这个报纹的确认号是有用的 那么这个确认号呢是Y加1表示说我期望收到你的这个序号为Y加1的这个数据 并且呢也会同步一个自己的这个序列号为X加1 表示说当前我发送的数据的序列号呢是X加1 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三次握手的这个数据报纹的一些关键的内容 那么通过这三次握手呢 双方的这个TCP链接呢就建立起来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统一的来回顾三次握手里面的关键的信息 首先对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呢 都是有这个XYN的这个标记的 那么它表示意思呢就是连接请求的意思 然后呢对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呢都有这个ACK的标记 那么对于这个ACK的标记呢 它其实是先对这个连接双方的这个数据号进行一个同步 比如说通过两次ACK呢发送方已经知道了接收方的序列号是什么了 同时呢接收方也知道了这个发送方的ACK是什么 那么通过这三次握手呢 他们不仅仅把这个TCP链接建立起来 并且呢他们也同步了各自的这个序列号 那么这个呢就是三次握手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时间轴里面呢 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状态 那么首先对于在接收方他没有接收到数据之前呢 他其实一直处于的是这个监听的状态 也就是这个mission的状态 然后呢对于这个发送方 在第一个报文发送 以及收到第一个报文的时间之间呢 是属于这个同步已发送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发送方已经把这个SYN号发送出去了 并且等待对方的这个SYN信息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发送方的这个同步已发送的状态 接着呢这一个从接收方发出第一个报文 到接收到第二个报文呢 是属于同步已接收的状态 他表示说发送方所发送给我的这个SYN信息 我已经收到了 接着呢这个同步已发送状态之后呢 就是这个建立连接的状态了 那么对于发送方来说呢 只要第二次握手成功之后呢 发送方就建立起这个连接了 但是呢对于接收方来说呢 只有接收到第三次握手的数据报之后呢 才是这个建立连接的状态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对于这个建立连接的状态呢 他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发送方他只要在第二次握手成功之后呢 他就变成这个建立连接的状态了 但是呢对于这个接收方来说呢 他只能在第三次握手成功之后呢 他才变成这个建立连接的状态 那么只有在双方都建立起连接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TCP三次握手的 各自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发送方要发出第三个圈报文呢 也就是为什么TCP连接的建立需要经历三次握手 为什么两次握手不行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平时在鄙视 或者说在面试的时候 也会经常问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先说结论 然后我们再推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先说结论 结论就是三次握手 主要是避免这个已经失效的这个连接请求报文 传输到对方 以引发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呢是失效的连接请求报文 第二个呢是引起这个错误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结论 它是怎么来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把TCP连接的双方呢 分别命名为是这个发送方 以及接收方 发送方呢是连接的主动请求的一方 而接收方呢是被动请求的一方 那么对于发送方呢 如果说它需要建立起这个连接的话 那么它首先会发出一个请求报文 也就是第一次握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第一次握手的报文呢 在网络中传输了很久 才到达这个接收方 那么因为传输了很久 所以呢发送方很久都没有收到这个确认消息 那么发送方呢就认为说 第一个报文已经超时了 所以呢发送方就会发送第二次 同样的报文 那么我们假设第二次呢 发送很快的就到达了对方 那么接收方在接收到这个请求报文之后呢 就会进行回应 并且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连接 那么这里面呢 因为有第二次的存在 所以呢 他们建立起这个连接了 那么对于第一个请求来说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失效的请求报文了 因为它的功能已经被第二次发送的请求 所完成了 所以呢对于第一次发送的这个报文 在网络中有大量很久的报文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失效的请求报文 它已经没有作用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失效的请求报文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 如果说两次握手就建立起这个连接的话 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呢 我们来考虑第二次请求的这个报文 那么这个报文呢 是提前到达接收方的 那么对于这个接收方呢 它会回应一个确认 对吧 回应确认之后呢 就建立起这个连接了 因为我们说两次握手 就可以建立起这个连接 所以呢 对于这个确认呢 就建立起这个连接了 那么这个呢 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重点来考虑 这个第一次发送的这个请求 那么如果说两次握手呢 就建立起这个连接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失效的请求呢 它也会建立起这个连接 因为只要这个接收方回应了 那么就表示说 这个连接已经建立了 因此呢 对于两次握手 它也可以建立起这个连接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导致说 同样的一个请求 发送了两次 就会建立两个TCP连接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呢 是错误的 所以呢 如果说两次握手的话 会引发这么一个错误 好的 了解了两次握手 会导致的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三次握手 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对于这个两次握手呢 只要这个回应呢 就表示说 已经建立起这个连接了 那么如果说 对三次握手的话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这个确认呢 会首先到达这个发送方 对吧 然后发送方 会再发送一个报文 表示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第三次握手 那么如果说第三次握手 才建立起这个连接的话 那么这样子呢 就建立起这个连接了 这里面我们再来考虑 这个比较慢 到达接收方的这个报文 那么这个报文呢 接收方也会发送一个确认 给这个发送方 但是呢 发送方已经进行了 第三次握手了 因此呢 这个发送方 对于第二次的这个确认消息呢 他会忽略到 并不会进行任何的操作 后面到达接收方的这个确认呢 发送方并没有进行第三次握手 那么这样子呢 就避免了两次握手 会引发的这个错误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三次握手的一个作用 他避免这个失效的请求 到达对方 并且引发不应该有的错误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里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首先 有第一个部分 就是三次握手的过程 那么这一个呢 是TCP连接的建立的过程 三次握手 接着呢 我们再来考虑了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为什么需要第三次握手 为什么两次握手不行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是通过了两个例子 去理解为什么需要第三次握手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可以认真的去理解这里面的内容 并且呢 尝试了自己去复述一遍 以更好的去巩固这里面的内容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